有花有反映自己的君子蓝在开完花之后迟迟不长新叶 那么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这个时候处理办法呢很简单有两点 首先第一个处理办法就是如果你的君子蓝已经很久时间没有换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最好就是趁现在春季给它更换新的盆土 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它能够快速的恢复生长 因为你的盆土没有及时更换 土壤里面已经没有什么营养供给你的君子蓝生长 那么它自然就不会长新叶 那么第二个要点就是如果你之前已经换过土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给它追肥 君子蓝是一种非常喜肥的植物 再加上开花消耗了非常多的养分 如果养分没有补足那么它自然不会长新叶 我们这个时候追肥呢主要要以氮肥为主 所以呢我这个时候一般施肥都是给它用上这个发酵复苏好的芝麻饼肥 是一种高氮有机肥 直接在花盆边缘挖一圈钩 像这样一盆的话呢我们买十几二十粒左右就可以了 一般两个月买一次就能够有效补充君子蓝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养分 从这两点来出发 很快你的君子蓝呢就能够长出新叶出来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您的观看